好 是從我剛剛播給觀眾朋友看的是美國在成都的領事林傑偉 她事實上是臺灣女婿 她的臺灣太太 是知名的美食作家莊主儀 那她做了一個告別成都的影片 那就在這個時候 環球時報的胡錫進在嗆 在嗆中國面對這樣的國際處境 應該增加發展核導彈 才能對付美國瘋子 對 我不知道剛才那位林傑偉在胡錫進的眼中 到底是不是美國的瘋子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事實上這個中國到最鷹派的官媒的 這個環球時報說了一段話 她就說中國必須要做好準備應對下一步 她說要 而且她提出是要更多的核導彈製造出來 要遏制住美國在南海 遏制住中國跟美國在南海跟台海 發生這個插槍走火的可能性 她說只有中國擁有強大的核武器 是把美國囂張態度壓制在安全線下面 最關鍵的這個砝碼 她說到說依照目前的狀況來講的話 你說在選舉結束之後呢 中美會有好轉的這個可能性呢 她覺得是太過天真 她就認為說其實呢 這時候的台海跟這個南海呢 是中美在拼這個意志的態度的時候 所以她就說足夠的核武器 是我們在中方意志是不可缺少的這個資助 她認為在現代的狀況之下 要加緊核武器的發展 她說中國大陸千萬不可以自負手腳 駐下大錯 也就是說她認為要發展足夠的核武器的這個力量 來壓制這個美國當局的這個囂張行徑 好那我覺得其實以目前的中美的關係來說來說 其實是充滿了處處的熱點 也就是說目前有三大風險的這個熱區 他們三方在攪勁 第一個當然是貿易戰 從2018年來的這個關稅貿易戰打到目前為止 雖然已經有第一階段的這個貿易協定 但是到目前為止 中國大陸履行的這個所謂的percentage 或是達成的這個狀況來說 是達成率很低 所以接下來的貿易的衝突呢 可能還會再繼續的一概 還會再持續的這個爆發 另外當然最新的這個戰場在科技戰 包括說龐佩奧在全世界組了這個反華為的同盟 甚至最近美國封鎖了非常多的這個中國取得高科技的這個地方 甚至跟這個美國跟這個日本跟德國等等 他們都有有意無意在組建築一個所謂的防止中國大陸科技發展的一個新鐵幕 所以未來中美之間在貿易跟科技戰來說的話 其實是兩個可能發生的這個衝突的熱區 那第三個當然是區域安全方面 區域安全來說的話 現在最緊張最危險的大概是兩個地方 一個是南海的問題 因為中國大陸在南海的這個軍事行動 過去一段時間來說 美國從來沒有否定掉 中國大陸的相關的這個主張 但是最近龐佩奧已經非常明確的說了 我們美國是反對你在這個中國大陸在南海的相關的主權跟主張 所以意思是什麼呢 他跟過去跟這個因為南海問題 跟中國大陸發生衝突的菲律賓越南等等國家站在一起 那再加上說近期中美雙方在南海都有非常緊密的這個軍事演習 所以當然有可能會有所謂的軍事衝突的這個可能性 另外一個當然是台海 台海當然是一個潛在的可能發生衝突的這個狀況 因為為什麼 因為台海目前的這個包括說台灣跟美國的關係是越來越好 那甚至這幾天有說就是說一旦的台灣跟美國建交的話 就是中國要出兵台灣的時候 所以這幾天的這個一些動作跟作為 加上美國不斷的軍售台灣 我們最新的這個狀況又要可能會拿到這個美國 去買美國的無人機等等的設備 所以對這個來講的話 台海當然也是中美可能發生了一個衝突的這個熱區 那不只是這樣 現在全世界呢 因為我們知道台灣在這一次的這個 不只是疫情處理的相當好 很多全世界都說 我們應該效法台灣 台灣在這幾年呢 慢慢的跟中國大陸呢 進行一個經濟脫鉤的這個行徑 所以現在全世界也是要效法台灣 跟中國大陸精心脫鉤 要跟他陸陸續續的把經濟過去的 因為過去中國大陸跟全世界的經濟是緊密在一起 怎麼樣脫鉤 好好學學台灣 台灣的這個處理的方式跟做法來說 都值得全世界好好學習 那當然啦 除了這個時候來說的話 事實上現在全世界的報章媒體 也對這個中國大陸喊話 他們對中國大陸喊話什麼呢 華爾街日報就說 請北京不要誤判 你可能會鑄成大錯 為什麼這樣說 其實從最近來講的話 包括說像龐佩奧 或是說國安部門歐布萊恩 甚至司法部長的巴爾 甚至是國防的這個部長艾斯培 他們一連串對中國大陸的強硬說法 這個絕對不是只有川普總統個人的意志 你要知道說其實很多人都認為說 北京當局都認為說 這個只是時間認定 你川普還不是為了總統大選 這個選完之後可能就會過了 但是華爾街日報特別的警告他們 他們就說其實不論誰上台 特別是拜登上台 他面對這種西太平洋 包括南海問題跟台海問題 這麼緊張的狀況來說的話 美國境內反中勢力這麼大 加上說你美國有這麼多 跟中國大陸相關的間諜 行事案件在這個地方 你說拜登有可能會鬆手嗎 所以不可能會鬆手 所以他認為說其實 美國對中國的強硬來說的話 其實這個絕對不是拜登上台 就可以改變的這個狀況 這一點我覺得胡錫進 到底也說得蠻清楚 胡錫進他也說不可能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其實 中國大陸跟美方 其實都有做好了 可能要面臨到長期冷戰 或是長期熱戰的可能性 我覺得這是未來國際局勢中間 最值得觀察的一個重點 好那同一時間 這個請教一下世聰 那事實上今天李克強又講 北京準備要過緊日子 那緊日子當然要面對的是 複雜的經濟跟民生的局勢 可是以長江這一次的 這個洪災來講 已經持續超過40天了 所以顯然今年中國內部的局勢 面對的是非常不穩定的狀態 對沒錯 事實上目前對中國大陸來說的話 最糟糕的就是洪災的這個問題 目前這個包括從北到這個 河北附近的海河黃河一直到淮河 一直到長江 目前處處都有災情 包括這幾天大家講到 淮河的這個王家壩在這個洩洪 導致安徽各地的都被埋在 都被這個水淹過去 那更不用講 長江的第三號洪峰 在這幾天要發布 他預計未來的幾天 可能會入庫到這個三峽大壩的這個流量 是每秒六萬立方公尺 那進來的話我們不要忘記 目前的二號洪峰 約莫還在武漢那附近 那一號洪峰 也是造成非常大的這個傷害 那你更不用講 三號洪峰又來了 那加上最近的武漢 或是說這個這個重慶當地 又在下暴雨 所以這個洪峰一波接一波 目前為止 中國到整個包括說華中地區 幾乎都完全被泡在這個水裡 那我們更不用講 現在的廣東地區 你知道現在廣東地區是旱災 好 對啊所以你知道有有勞災 有旱災 對都完全是這個樣子 那更不用講 還有這個蝗蟲災害 在東北的這個地方 那你知道旱災 旱災跟這個水災過後會怎麼樣 必然伴隨了今年的糧食欠收 所以今年的糧食問題 可能又是中國到一個非常緊的一個問題 包括說他們最近公布的這個 七月份的這個豬肉價格 又往上攀升 那相較於去年的這個幅度來說 已經升了 今年累積到目前已經升了 大概約80% 所以你看其實他們目前 整個民生的壓力是相當大 那你更不用講 李克強之前的說的這個地攤經濟 要擺地攤 甚至是李克強就說 我們不要做這個面子工程 甚至現在就說官方都要過緊日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出來 李克強他說的是經濟狀況 真的不容大家樂觀 那包括說像很多外資撤走了 所以這個對他們來講相當壓力相當大 可是無奈是目前目前北京當局 似乎是沒有聽到這樣的一件事情 他們就只有說很多災民被淹到水裡 他們就說要犧牲小我啦 要顧全大局啦 甚至就說這個面對這麼多這個河水的時候 人民日報就簡單地說 長江淮河告急 民兵緊急出列 就這樣報導而已 我覺得他們還在有一點點算是 這個充耳不穩的這個狀況 但是我覺得那個民怨跟那個經濟的壓力 其實一直在堆高之中 好我們稍後回來 明老師我剛剛開場給觀眾朋友看的是 1979年鄧小平訪美 那確實他致力於改善美中關係 那當年的場景是休斯頓 現在美中關係的終點跟惡化也在休斯頓 對所以這個我們看到就是美中關係呢 在我們這段時間一路討論下來呢 幾乎是急轉直下 其實過去我講我說中美雙方呢 看待對方的這個觀點呢 已經慢慢發生變化 我先說結論 結論大概是這樣子 中共認為中美雙方呢 冷戰已經開始 但美國呢 對於說冷戰是不是已經開始呢 可能還有一點點猶豫 但心態上呢 像這邊傾斜 我們不是上個禮拜來提到說 這個有幾個什麼末日四騎士 然後做個發表演講嗎 說這個國安顧問 就你剛剛講說人意的那個歐布萊恩 他特別強調了這個雙方的意識形態的差異 然後調查局長雷呢 特別談了這個間諜問題 就是中共怎麼樣滲透 一個開放的美國社會 在這邊大搞間諜活動 欠去了很多東西 然後司法部長巴爾呢 特別講說具體來說呢 他這些滲入和什麼等等 在商業各方面呢 對美國造成多大傷害 然後國務卿龐佩奧呢 他就說 那揭序的這個三位呢 我現在要做第四個演講 他的主題呢 題目叫做共產中國 與自由世界的未來 看英文標題沒這個感覺 看中文標題呢 好像回到了五六十年前 總統講公的演講 標題就是共產中國 與自由世界未來 龐佩奧的主題呢 一句話說完就是 中共威脅了自由民主 我們必須回應 他基本的主題就是這樣的 他是在這個尼克森图書館講的 所以他開中民意 就講到尼克森當年的 這個開放政策 交往政策 他說他贊成這個交往 但是呢 他說交往的核心觀念 叫做引導改變 他說我們美國人 花了幾十年時間的引導 但是中共呢 似乎沒有發生 向好的方面轉變 反而濫用了 這個自由社會的開放跟民主 這個想法 其實在大概六七十年前呢 非常有名的經濟學家 就講過這個問題 他說開放社會呢 面對一個封閉社會的時候 有它的優點呢 有它的缺點 所以現在美國充分提認了這句話 那這個蓬佩奧就講說 中共利用美國開放呢 滲透美國和傷害到美國 然後這同時呢 華風一展 他說這使得我們邊緣化了台灣 但是這個邊緣化了台灣呢 卻發展出了生氣勃勃的民主 所以台灣他就講了這幾段話 而利用這個開放呢 中共呢 不但這個滲透我們社會 而且暗中掠奪我們的財產啦 掠奪我們的智慧產生 掠奪我們的各種成果什麼等等 甚至呢迫使我們的企業去低頭 他就回到前面呢 巴爾講的像什麼萬豪酒店啦 美航啦 達美聯航啦 甚至好萊塢等等 那很簡單重塑一遍 所以他大概是第一個問題呢 他是這麼說的 第二問他說呢 中共不是個正常國家 他說中共呢 到現在我也在相信馬列主義 而習近平本人呢 相信極權 他們對內呢 壓迫人權 然後對外在做生意的時候 他說我們是追求利潤 但中共呢 在追求利潤同時 然後企圖在主導 在追求主導 所以他說我們美國的財政部 商業部已經擬定個實體名單 準備對這個公司呢 進行懲罰 然後這位華風長呢 講到軍隊 他軍隊呢 本來說是要保衛人民 但對中共來說 中共的解放軍呢 是維護精英的統治 同時幫助他們擴張 所以為了應對擴張 彭培要說 我們在東海 台海 南海呢 主張航行自由 在外交活動方面 他說他們進行滲透 然後破壞國際準則 他的目的呢 在追求國際上主導 所以最後呢 說我們要關閉著 休斯頓領事館 好 所以這是第二部分 第三個部分他說 因為有件於此 那川普總統最後決定說 不再容忍 必須要改變 改變什麼呢 改變雙方的交往模式 所以很多人講說 兩邊會脫鉤 兩邊會斷交什麼等等 我不太認為如此 我認為說 兩邊還有交往 而且兩邊對於交往的想法 不太一樣 兩邊對交往的設想呢 也有差距 雷根當年呢 跟蘇聯來往的時候 雷根講過一句話 他說我們信任對方 但是我們要核實 蓬佩奧這說 我們要跟中共來往 我們對中共抱持的態度是 不信任 而且要核實 這話講得很重啊 他說我們過去是 聽其言人信其行 我們就相信他 他說的事情 現在他說我們被騙了 所以我們現在呢 要很仔細觀察他行為 而不能被他言語所騙 然後他說那中共有沒有弱點呢 有弱點 弱點是什麼呢 害怕自己的人民 所以我們若要改變中共 他說我們是要改變中共 我們希望中共向自由民主方面去改變 但我們要改變中共的話呢 我們要靠中國的人民 我們要靠自由世界國家呢 我們共同來攜手 他說我們必須跟中國人民保持接觸 並且賦予他們力量 有趣的是 他沒有解釋如何賦予力量 那這個地方我猜將來環球時報 或中共這些這個很多人呢 會大作文章說 美國會怎麼賦予力量 他說中國人民呢 充滿活力熱愛自由 我到處去呢 都碰到才華洋溢 勤奮努力的中國人 他們跟中國共產黨完全不同 再一次呢 用非常清楚語言 區別了中國 中共跟中國人民 他說 所以如果我們要做這件事情的話 要從面對面的外交開始 他說我接觸過維吾爾人 接觸過香港人 他點名了陳日君書記主教 點名了黎智英 然後他說我們長期忽略了民運人士 他們努力 在座他點名了王丹跟魏京 請他起立了 跟大家介紹一下 他說我們熱愛我們的民主 所以我們要建立一個民主同盟 今天的中共呢 跟當年蘇聯不一樣 蘇聯呢 也反對我們 也反對我們的民主自由 但是蘇聯基本上跟世界是脫節的 但是中共呢 他說已經到了我們家門口 也進到我們家裡面來了 所以我說 即便美國現在跟中共打冷戰 這次冷戰跟當年不一樣 因為這次冷戰 雙方真的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雙方掛鉤非常厲害 政治 經濟 社會 軍事 各方面掛鉤非常厲害 你要想說完全切斷 我覺得很困難 但是呢 他就說我們要調整 我們的這個交往的政策 因為中共已經進到 我們社會裡面來 所以我們必須起而憾慧 我們的民主自由的價值 他說很高興看見 很多國家在改變當中 但他特別點名 北約有一個重要的國家 還沒有改變 應該講的就是梅克爾 就是梅克爾了 他講國家也可以 他實際上 他可能更應該講個人 好 那講到這裡 你覺得說 這話已經很重了 所以很多人說 它是一個臨戰宣言 是一個討公席文 大體上是 但是我得提醒大家 也不要太過高興 因為即使你把這四篇 這個演講都擺在一起 看完之後呢 你發現美國雖然是發出了 很強烈的這個反共的聲音 但是依然留有餘地 為什麼呢 講到了台灣 講到台灣被邊緣化 講到台灣發展出了 生機勃勃的民主 那如果你真的話講中的話 就應該把前幾年 不管是彭斯也好 或者彭佩奧自己講過的事 說中國應該參考 台灣的經驗 應該大力推動民主 應該講這個話 他在這邊沒有講這個話 他只是青年講說 台灣發展出民主 那當然有人說 這會不會趁著機會 跟中共斷交 然後跟台灣復交 他們如果幾次講說 不會跟中共脫鉤 然後講說繼續跟中共來往 只是改變來往方式的話 應該斷交的機會很小 除非中共在繼續在幹什麼 我們很難想像的事情 所以現在有人比較樂觀 想說會不會跟台灣復交 我覺得機會不算大 但是台灣的國際處境 相對會有所改善 這是我們看得到的 那麼當然我們現在看到了 互相關領事館 你也覺得說 始於波士頓 終於波士頓 應該說可能還沒有終吧 現在就停在波士頓 那可能要走的話 可能還可以往下走 看他們怎麼走吧 所以我剛剛說 我前面講了說 中共看起來冷戰開始 但是美國來說 他還不想進入冷戰 因為他就說我們再來試試看 他有這個想法 好 我們稍後回來 而且明杰同一時間非常罕見的是 北京昨天張貼了空警的 這一個警報的告示 對 這個動作的確 在這個中國內部的很多網民 也在討論說 是不是美國跟中國真的要開戰 所以我們看到 一個比較新的訊息是 這一個北京他是26號 那等於說他有一個 這一個空襲警報的一個告示 那要求說這個北京市民 如果看到聽到 所謂的空襲警報的 這個釋放的時候 要這個迅速進入 所謂這個人民防空的一個工程 那同時間 事實上再早一點 在22號的時候 上海已經在進行相關的 這種臨戰人口的 疏散安置的演練 那簡單來講 就是很像是 就是一個基本上 就是一個防空演習 那這樣的一個動作為什麼會出現 就是說當然這個跟最近剛好 我們看到美國軍機 現在我們不斷的談到 他事實上不只在這個 這個中國的這個東南沿海 包含譬如說 他的很多型的軍機 逼近廣東可能不到一百公里 然後像這個前這兩天 又出現說他有軍機 也這一個直逼 可能這個浙江上海 這樣的區域 那事實上北京為什麼要演練 北京是之前 是他從這個四月份到一直到六月份 不是有一個這個時間很長的一個渤海軍演 那渤海軍演那個過程中 事實上他就已經在進行 所謂的這個反導彈 或者這個反制各種 可能空襲的一個演練 那時候北京就已經加強 吊派了很多的這個防空部隊 進駐到這個金蘇裡面去 所以這樣的一個演練 當然這個背後一個目的 當然最重要 軍事上的確 這一個北京是擔心 這個川普很難以預料 不知道他會不會真的出手 那可能對這個中國進行 所謂的空襲 而且特別是這些主要的 重要的城市 那第二個 當然外界也在這一個判斷 是不是 事實上他內部也有可能 藉由這些動作 有準備要挑起 或者炒作這個 所謂的反美的 這樣的一個民族主義的情緒 那同樣的把這個箭頭一致對外 然後這一個讓內部 等於說習近平的政治壓力 也同時的可以獲得轉移 這兩種可能性都存在 那只不過就是說 今天這樣的一個 連中國的這一個 他的重要的都市都開始 在進行防空演習的同時 當然就不能排除說 未來美軍有可能 用這種外科手術式的 或者是打擊重要的戰略目標 也就進行所謂的戰略轟炸 這種軍事行動 有可能會發生 那這樣的一個狀況 如果真的發生的話 事實上對中國來講 我覺得這個的確是他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軟熱 因為我們看到解放軍過去 過去二十年來 他的這個武器的發展 他都著重在所謂 攻勢作戰的一個武器裝備 包含我們常談的 包含像航母 包含像這個逆中戰機 包含像這個各式的 這種新型的這種驅逐艦也好 各式的船艦幾十艘 然後同時 當然他對美軍 對這一個 對他最有利的一個武器 就是所謂的個型的導彈 那這些都是屬於攻勢作戰的武器 所以相反的 另外一個層面就是說 他過去對於防衛 中國大陸本土本身的一個 防衛性武器 他是欠缺的 那特別是中國大陸 在如果要做所謂的 防衛作戰的時候 他有 當然優點是他很大 但是很 這個土地面積很大 也是同時是他的缺點 因為他要防備的目標 恐怕這個太多 那你今天防空飛彈的 這個數量 在有限的情況之下 事實上 這個美軍他可以挑選有價值 但是你沒有防備的一個目標來打擊 那所以像他的這過去防空飛彈 當然他陸陸續續有採 包含像俄羅斯採購S300 那有最新的S400 然後他們自己發展的 紅旗9也好 一直到這一個紅旗22 紅旗17 紅旗7 這種最低空的 野戰防空的 各型的飛彈 看起來很多 但是以他那麼多目標要防備 事實上他這些飛彈的部署 我們觀察 他的一個重要的一個防衛的目標是誰 他就是防官不防民 也就是說他會把這些重要的防護裝備都放在北京 那事實上上海或者深圳有沒有這樣的一個防空能力 事實上我覺得是質疑的 那同時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我們就可以看到他在防官不防民的情況之下 解放軍他主要的目的還是防誰 也就是防習近平的政權 所以今天如果美國要空襲 這一個中國大陸 事實上很多 這一個這個第一線的城市 可能他的這個商業發展的比較好的 這些城市 他都沒有具備這種真正的 這個防空導彈的這個能力 所以美國在這個挑選空襲目標的時候 當然可能會針對這些目標 所以你就看得出來他的防空演練 他只能被動是做什麼 很基礎的就是把人口疏散 然後可能譬如說進入防空洞 這些動作 那這樣的一個動作 我們看到就是說接下來 可能他會慢慢的有持續的 在增加演練 但是美國的這些軍機 包含先前事實上 在一兩個月前 我們觀察到他的軍機抵近廣東 進行所謂的偵查的時候 那時候廣東就已經開始在進行 相關的防空作戰演練 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 當然整個中國的民間 我們最近看到很多大陸的網路 都在傳好像真的要開戰 所以這樣的一個氛圍 的確會影響到未來 美中進一步可能持續 這個軍事上的對峙跟升溫 那同時間他在南海 我們看到 南海他前兩天 他展示了一個 在這個雷州半島 以西的這個軍演 但是他出來的這一個 我們看他的裝備 他出這個特別是 主要是一型這種 兼烘期 空對海的 這種攻擊的這種戰機 那出來不斷的 譬如說在空中 用這種大規模的火箭彈 在攻擊海面的目標 不過我們覺得質疑的地方 就是說像兼烘期 兼烘期已經是非常老舊的戰機 他解放軍現在還有兩百多架 那他這個從空中用發射火箭彈的 這些攻擊方式 事實上在現代的海戰上來講 這是非常落後的 因為現在像美軍 他如果是空對艦的一種打擊 你看到他B1B 先前掛載的這種 LRASM這種反艦飛彈 他是在九百公里之外 就可以投射 遠距就可以精準打擊你的船艦 你今天兼烘機用超低空飛行也好 進入敵方的防空 你用這個這個打擊範圍內 然後你用火箭彈火箭彈又打不准 也不是現代帶有雷達或紅外線 徵收的這種彈頭 用火箭彈去攻擊 這個是上一個世代的攻擊模式 所以同時我們在看他的這樣的一個軍演 我們都會認為說 如果真的要跟美軍開戰 的確他完全是沒有勝算的 那特別是兼烘機 如果今天說美軍要拿下 包含在南薩這七個島礁 兼烘機的航程恐怕連飛都飛不到 所以這麼多的一個不利的一個條件 這個狀況 你今天中國還要在這個袖拳頭 要去跟美國 那比誰的軍事肌肉大情況之下 你一定是屈居下風 所以我們總結來講 就是說今天連中國大陸的這些都市 都要搞到防空演習都要演練 事實上是很可悲的 為什麼就是說我們觀察中國過去 如果今天中共 你就好好發展你的經濟 事實上過去 大家也都認為有可能 中國會有一個這個經濟繁榮的百年盛世 但是今天壞就壞 在說習近平他不斷地想要擴張 他個人的這一個軍事野心的情況之下 一方面要擴張南海 又要併吞臺灣 又要這個正面去挑戰美國 所以弄到這一個中美之間 只好繞到今天這個地步 可能會這有戰火一觸即發的情況之下 習近平提出來的中國夢 恐怕最後會是噩夢一場 好我們稍後回來 美國內部事實上97天之後 有總統大選 然而全方位的攻擊的核心戰場 都在中國 事實上中國內部 習近平面對的焦慮是內外交戰 所以他要保黨的事業 他說要守住中共偉大事業 那這裡頭還特別到了視頻戰役的紀念館 老師這有什麼意義 這件事情發生在上個禮拜了 我們看到習近平最近 你的標題講得非常好 維穩比較重要 池味現身災區 照理說世界各國如果發生這麼大的洪水的話 你一定到處去看洪水 這邊去問問災民 那邊去指揮救災了 然後這邊發錢了 那邊幹什麼等等 硬做的事 可是我們看到習近平完全沒有做過這事情 反而就是他到處這邊看那邊看 看到好像跟這事情無關的 上個禮拜他到了吉林四平去考察 他談了 因為四平是一個國共內戰當中 一個非常關鍵的戰場 所以這邊看完之後 他反正就發了一大段牢騷 發了一段議論 其中有一段話特別引起人問 所以他說 我們一定要守住 中國共產黨創立的社會主義偉大事業 大概就你的標題濃縮了這個東西 簡單說 當時國共內戰不是從四五年二戰以後 就是我們抗日戰結束之後 然後國共內戰過了一年多就爆發 當時除了說打延安打山東之外 最後的關鍵就是打東北 我們當時中國抗戰從東北開始 然後老講後來打中共 基本上也從東北開始 所以當時雙方都把東北的爭奪 視為一個很關鍵的地方 而東北中間的核心地區之一 就是四平 四平剛好在瀋陽跟長春之間 又是多條鐵路交匯的點 當時是共軍守著 所以國軍認為說 我把四平打通了 當時叫四平街吧 當時如果把四平街打通的話 就是上北就一直去收復長春的這地方 那共軍覺得說我把四平這地方打手下來 擋住了國軍 然後身上削弱的話呢 我將他談判有個更好的一個機會 那麼在46年到48年 大概幾年當中呢 四平打過四次 打到最後呢 基本上國軍是占一點點優勢的 那後來為什麼輸掉呢 坦白說美國的介入 美國當時不是再三馬歇爾進行調停嗎 調停幾次之後 我們就被逼了 連發了三次停戰令 其中最關鍵是第二次停戰令 第二次停戰令 後來大家事後檢討都說 簡直就是幫中共叫的暫停 因為那時候如果不叫暫停的話 那中共打得非常慘 如果不是整個被消滅的話 而所以四平呢 對中共來說呢 是一個很關鍵的地方 那習近平到了這邊之後呢 就把四平的戰役啊 什麼紀念館什麼看 看完之後呢 講了這段話 這段話出來之後呢 都引發了很大的聯想 因為這段話聽起來像什麼呢 甚至說 我現在出現了很大的困難 不曉得守不守得住 所以我們一定要守住 往這邊咬咬苦 正在講這個事情 而不是說 看起來我們要贏了 然後我們大家要蹭勝追擊 我們要怎麼樣怎麼樣 完全不是那個調子 所以我在講 我說其實外面看 這個中共 尤其看習近平呢 其實看得不太準確 常常把他看的事情過度放大 然後把他的這個政治地位 跟政治強度呢 過度的吹噓 過度的吹捧 我一直在講 我說從開始到現在 習近平一直碰到內外的問題 現在我們講講 已經大家已經慢慢看見了 那但是我現在把這個情境呢 把這個情況下我們再說一次 第一呢 習近平碰到的是一個中國大陸 正好經濟在往下走的時間 中國大陸不幾十年的經濟發展嗎 他到了這個08年09年的時候 其實已經到了一個瓶頸 那個瓶頸如果不突破的話 他就很難再往上走 這個意思就是說 即便沒有美中貿易戰 沒有武漢肺炎 沒有水戰 沒有任何天災人禍 他的經濟都會慢慢往下走 而如果說你再碰到 一連串事情的話 那經濟往下走 幾乎是必然的 就是第一問題 經濟下行的問題 他們自己很清楚 就在經濟下行問題 還沒有找到很好的 解決良方的情況下 美中貿易戰爆發 所以當時我們就說 美中貿易戰如果打成這樣的話 第一呢 他要么就棄子投降 他要么就跟你慢慢混 混到最後 他還是得做一定的讓步 因為美中貿易戰 他是沒有條件 真打的 我們看了各種數據 各種指標 然後看到各種的 這個官方的統計 跟私人的統計 我們曉得說 絕對打不動 所以如果打下去 我們說第一 經濟會萎縮 第二呢 出口會不振 經濟萎縮 出口不振的結果呢 就是國家收入會減少 然後會出現財政困難 這事情現在一步步都發生了 國家財政困難 你要么就認账 然後想辦法怎麼樣做 要么呢 你就是繼續負債 舉載去建設 而中共走的是 舉載建設這條路 所以這是第二個大的問題 第三個問題呢 是我們當時 真的沒有想象到的 爆發了香港事件 我記得去年在這邊 我就當時我們不是 5月30號第一次做香港的節目 大家覺得說 為什麼做香港 我說我也不知道 但我覺得說這個問題蠻重要 我們先做做看 看後面怎麼發展 6月9號事情一爆發 我們講事情大條 6月11號我們就直接講說 香港將來火車對撞等等 所以香港問題爆發 我們看到 第一 香港本身動盪 第二 我們現在看到就是 大概一年多下來 香港的民心 對香港政府 乃至香港民心 對中共政權 現在是越來越敵對 所以敵對的結果就是 中共必須重手壓下去 今天我們就看到 他現在的國安隊已經出來 抓了幾個學生了 然後還再繼續去 再問黎智英 跟問其他人的責任 所以表示說 中共對香港還繼續下重手 那麼也就是說 民心敵對呢 恐怕短期之內不會改善 那麼在經過一年動盪 我們還不要說武漢肺炎 經過一年動盪 香港經濟已經惡化 再加上武漢肺炎 香港經濟的惡化 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好 那麼在這情況下 中共擔心說 如果外國插手 來搞我香港怎麼辦 其實坦白說 各位現在未必有興趣 未必有能力 甚至更沒有這個餘力 去搞香港問題 但中共會自我擔心 擔心結果就是 我如果抓得更緊的話呢 那可能對我掌控香港更好 就他抓的結果是 導致香港的反彈 乃至國際受傷 對香港的聲援 好 那我們過去講 我們說香港還不只是這麼單純 因為香港過去呢 一直是這些太子黨或特權分子的一個集中的地方 他們很多財富擺在這裡 他們很多分公司擺在這裡 他們自己很多這個 其實生活都生活在香港 然後他們長期在香港呢 包了最好的這個旅館 包了最好的這些這個酒店 然後住在所謂的望北樓裡面 看到北京的動態 然後看說我那邊還有什麼機會 如果什麼不對風吹草動我就要跑 就現在你把香港抓了這樣 你得斷我們這批人的生路 所以這些人覺得說 你你動到我的根本了 我不跟你拼命都不行 我還記得大概差不多2012年 當時我講說 他們習近平上台就要奪權 要反貪腐 要發動反貪腐去奪權 當時我有朋友過了一年之後就講 他說反貪腐如果要完真的話呢 最後會動到金融門跟資本門 坦白說當時我沒聽懂這句話 他跟我講了大概三四個禮拜之後 我才想動我說 你意思就是說將來習近平 如果反貪腐要完真的話 一定要動到太子黨跟太孫黨 他一點都不錯 他如果動金融門資本門 就要動到太子黨 到那個時候太子黨就要反撲 那那個時候中共內部 把派系鬥爭就會開始越來越厲害 那現在我們看到就是情況 所以後來我們判的就是 習近平抓香港抓這麼凶 就是擔心太子黨或者反習派用香港當作一個反習基地 那的確我們現在曉得說這個事情呢也正在醞釀當中 好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下一步怎麼抓香港 那現在我們看到比較新的消息就是 有可能要推遲原來定在九月初要辦的立法會的選舉 所以大概會怎麼做呢 大概趁著七八月呢 趕快把這些中共覺得討厭的人呢 趕快抓起來 抓起來看看行不行 行的話我們就九月選 不行的話我們推遲一年等到把香港情勢全部抹平之後 我們再來選 我覺得習近平最擔心的問題就是 香港問題萬一延燒國內怎麼辦 所以要儘快把它壓下來 簡單說香港問題現在也都是 其實不是香港問題 美中貿易戰也好 香港問題也好 武漢肺炎也好 所有事情現在幾乎都是內外交聯 好第三件事情就是武漢肺炎 武漢肺炎現在我們看到比較新的發展呢 是二次爆發大概要開始了 很多地方開始瘋了然後瘋得過去炎了 然後武漢肺炎所引發的經濟停擺跟失業呢 都還沒有解決呢 大家知道我們在節目裡面講過一件事情 我們說世界各國碰到這種情況嘛 都發現金去救助嘛 那我們沒有現金好歹我們有個三倍券 那人家的現金已經發了好幾次了 一次都發好幾萬台幣 那我們發了少一點點 但我們前面還有 中共是沒有發的 中國一天當晚講說我經濟多少多少財政多少多少 他這次是沒有發現金了 也沒有發錢沒有發救急金了 所以我們說問題嚴重 再來是水災 水災我們講了這麼多 經濟損失官方已經告訴你是幾百億 然後受影響的是幾千萬人什麼等等 他還現在告訴你說中國農產豐收 夏糧農產豐收 各位會有什麼感想 所以我們下一步看見的應該是飢荒 飢荒下一步呢再來是傳染病 不管是不是武漢肺炎應該是傳染病 也就是大規模的公共衛生問題 乃至糧食問題呢會必然爆發 還有一點呢我們過去沒有詳細說的 今天我們先簡單說一說 也就是因的這地方裡面很多呢 工廠企業跟生產線是被淹掉的 直接打擊了中國大陸的經濟生產 跟工業生產 所以這些問題你怎麼解決 我們都沒看到官方出來解釋 好那我們過下節目上講過了蝗蟲 雲南現在爆發了 但是官方的說法是 外來的蝗蟲怎麼樣怎麼樣 他沒有說雲南本地所產生的 竹節蝗蟲怎麼樣怎麼樣 這問題現在多嚴重 我們也還不很清楚 但問題已經爆發了 所有的事情引發到 最後聯繫到社會上的就是一個問題 就是失業問題跟社會動大 好那這些東西再延伸下去 就是政治上的鬥爭 也就是派系鬥爭 所以我們從頭在講說所有問題 最後呢就落實到 你習近平到底執政的方向對不對 你到底能不能再幹下去 我們要能不能讓你幹下去 好我們稍後再回來 好這樣我們剛剛看到的是班農的說法 他認為96天之後就算拜登當選總統 美國內部全方位反中的氛圍 也不會扭轉 對這個是川普這任政府裡面 企圖在美國內部建立共識 那龐皮歐在國會的那個作證裡面講 把中國定性為我們這個時代的主要威脅 其實他這個定性也是在定性 川普競選連任的主要策略 就是打中共 那麼既然反共不是美國一個人的事 所以美國在推動國際社會 對中共分有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認識到這個威脅 第二個是警覺到這個威脅 最後是覺醒 所以這個下一個就是美國告訴大家 他做好了帶頭對抗中共的準備 因為之前其他許多國家 從歐洲到俄國到日本 不敢跟中共爭鋒相對 因為有很多利益在那邊 那麼現在美國帶頭的話 等於讓大家有一個比較放心 然後現在又有一些具體動作 包括剛剛提到的拒絕華為這個5G 作為5G供應商 還有關閉孔子學院 以教學合作或文化交流為名義 其實有很多的合作計畫 等於中共會把錢塞進去收買 進行紅色滲透 最後還有禁止使用很多中國的這個應用程式 像印度那邊就封閉掉很多 然後軍事上的話 日本加入五眼聯盟情報交換之外 現在南海的演習 剛剛提到日本 澳洲 美國以外 還有印度以外 還有一個就英國 英國的那個伊利莎白航母的話 估計八月中旬會到 那個時候可能就會一起做演習 那麼美國現在在做的是組織 全球反共大聯盟 長期目標是圍堵跟孤立中共 短期目標是要先做全面脫鉤 脫鉤完了之後 中共會變成以前的蘇聯 蘇聯跟美國沒有經濟來往 沒有說什麼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所以現在要做的事情 其實還不是直接對撞 而是先做脫鉤 好 現在我們看到那個間諜戰是一個話題 外交的那個壁館 那麼主要理由 休士頓是說因為他間諜活動很多了 他是所謂那個間諜窩 那麼間諜的目前的主要工作是竊取智慧財產權 目前的重點在疫苗那個部分 剛剛有提到 那麼現在的問題就是把疫情的責任 歸咎在中共 那麼這個是大選的一個主軸 那麼如果是要談間諜活動的話 其實也不能放過東岸的紐約跟西岸的舊金山 那麼現在美國準備要求中國大陸減少很多的這個住外人員 就是外交人員 因為要對等 對等的結果現在編制人數要對等以外 現在有個問題就是美國的很多外交人員沒有回到中國的崗位上 所以要不要來個實質對等 可能要砍的人數會更多 另外一個目的就是減少聯邦調查局的這個辦案的這個負擔 因為要辦的案太多了 每十個小時也是成立一個案子對不對 那清查間諜是對付紅色滲透 這阻擋這個智慧財產權的竊取 還有也要阻擋媒體跟企業來成為中共的代言 幫他游說 那麼間諜戰的問題 這個還會涉及到現在提高一個叫做保護 美國的緩間諜法 就是那些間諜被趕出去以後 現在法律上有個漏洞 他還可以重新簽證回來 所以現在要用五年內 讓他不能再重新拿到簽證 還有他本人之外 他的家屬配偶跟子女 也不能再拿到簽證這樣子 所以我們最後的發現 就是美國現在是從經濟軍事各方面 外交各方面全力來對抗中共 而且是權力的反中跟排華 我們稍後回來